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5月12号星期四 6月份在洛杉矶要举行的美洲高峰会 就是说整个美洲的国家都会来 美国总统拜登考虑要将古巴 尼加拉瓜 委内瑞拉排除在这次会团之外 因为美国不太喜欢他们 也觉得他们好像不是民主国家 拜登不还搞什么民主峰会吗 搞民主峰会 也是说他认为是民主国家 就邀请不是就不邀请 但是当然对这个就是说 哪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哪个国家不是 其实有一些国家是有争议的 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表示 如果拜登将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排除在外 那么他也将不出席了 而是改由墨西哥的外长 格伯拉特去代表出席就得了 墨西哥总统说 他说我不希望这样的政策在美国继续下去 我希望维护独立和主权 并且展现的不爱 白宫的新闻秘书萨奇回应说 是否邀请古巴尼亚拉瓜和委内瑞拉参加峰会 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 反正美国现在就是这样 搞民主峰会也是 就是说他认为有资格参加 才能参加 搞美洲峰会也是 就是说他认为算是美洲的国家 才能参加 他认为不是 就不能参加 反正现在拜登就是这么搞 现在G20也是 G20说如果普京去 他就不去了 所以所谓的拜登来了之后 说要搞什么多边主义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 他搞到多边主义 是他自己的边 他认为哪个边多 还是哪个边 他认为不多的边就不叫边了 你懂吧 所以其实还不如川普的单边了 你知道吗 反正现在就这么搞 但是其实有一些人 也是表达各种的不满 墨西哥总统 反正也是站出来 也是说了 说你现在搞美洲 你把一些人 你不满意的都排除出去 然后我们这些人 就等于不就是任你宰割了 对吧 其实是这么个意思 另外一个 还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秘密情报局局长 保罗希盟 在悉尼的洛伊研究所举行的 叫纪念情报机构成立70周年 发表的演讲当中 他说 他说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官员 在向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 提供信息 因为他们对习近平日益专制的走势 感到不满 对澳大利亚有敌意的国家 不仅从事渐渐活动 而且还试图 消耗澳大利亚的机构 改变澳大利亚的价值观 他说但是 随着专制国家对内部意义的压制 他们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并且暴露在了西方情报机构面前 指的就是中国 他说当专制领导人 政治任期的时候 习近平就要为一切负责 承担一切 包括其内部的 这种失望的 这种希望的这种幻面 他说习近平扼杀了 内部反对意见的举动 为澳大利亚的秘密情报局的特工 提供了新的机会 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官员 对发展的走向有不满 而且愿意承担风险 也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告习近平要赶快抓你们的间谍 你们今天都在向我们提供情报 然后1986年被赶下台 逃亡美国 并且最后死在美国的菲律宾前总统 马克思的儿子小马克思 在菲律宾大选中获胜当选 马克思家族 36年之后重新掌权 老马克思是1965年当选的菲律宾总统 统治菲律宾20年 一直统绕了1985年 还在1986年的时候被赶下台 流亡美国 为什么被赶下台 因为他的独裁 贪污 腐败 武闭 暗杀 让人为亲 侵犯人权 为什么能够流亡美国 因为他在任内 他一直都是反对共产党 他是反共的 但是他亲美 跟美国关系比较好 虽然干了一堆脏事烂事 最后被赶下台 还能够跑到美国 去安享晚年 1989年死于美国 马克思在任内 贪污了100亿美元 老马克思的夫人 伊美尔达 仍有3000双名牌鞋子 成为了马克思家族 腐败当年的 最引人注目的丑闻 在全国都要宣传 说他老婆有3000双鞋子 不知道老婆干什么 穿3000双鞋子 由于老马克思 在菲律宾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1993年 他的遗体被允许运回菲律宾 2016年被杜特尔特总统的批准 葬于菲律宾的马尼拉英雄公墓 还算是马尼拉英雄了 马克思的儿子 小马克思 出生于1957年 是他的独生子 从小在英国美国接受教育 1986年随父母流亡美国 1998年回国后参与政治 2010年的时候 成功当选为参议员 小马克思参政后 始终拒绝为父亲在位时 侵犯人权的行为的道歉 并且强调 他父亲在总统阵内的 各种的政绩 2021年去年的时候 宣布要参加今年5月份的大选 最终也当选 成为菲律宾的第17届总统 你也看到了 他跟杜特尔特的关系还不错 他父亲能够进 马尼拉英雄公墓 也是杜特尔特的批准的 他现在跟现任总统 杜特尔特的女儿 达卧市的市场沙拉杜特尔特 共同的来竞选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可能也是得到杜特尔特的支持 也对他能够当选 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杜特尔特相对来讲 还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尽量去寻求一个平衡 但是小马特斯 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父亲当年 是非常的亲美反共的 他到底是不是继承了 他父亲的 这种政治见解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跟他父亲一样的话 那么菲律宾以后 就会更多的转向美国 更多的去反共 当然这个咱们拭目以待 不当然同传人 你也能看着一点 他父亲 新式的独裁者 独裁了20年 贪污腐败很严重 但是美国最后 还是收留他去流亡 主要还是因为 跟美国关系比较好 其实你看沙特也是 其实这些 只要跟美国关系好的 稍微小肆不严的 干点什么坏事 你看沙特也干了点小坏事 在美国来讲 还就算是 当然也是批评 但是基本上 还是就是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 这种来讲 标准实际上 还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香港警务处 5月11号 今天白天 以创谋勾结外国势力 或者境外势力 非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抓捕了 已经解散的 612人道支援基金的 4名信托人 包括天主教 香港教区的荣修主教 陈日君 还有前立法会的 议员的吴矮毅 还有核认诗 那么美国跟梵蒂冈 都对此表示关注 4名被拘捕的人士 现已贺准保释 美欧国务院的发言人 普莱斯表示 他说我们将继续 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看完这个之后 我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当初 拜登从阿富汗撤军时 也说 我们在阿富汗 建立了一支 30万人的正规军 他们轻易的打不进来 而且虽然我们撤军了 但是我们与阿富汗人民 站在一起 那结果 对 然后后来 二月份 把欧乌战争开打 然后一月份的时候 美国现任的国务卿跑去了 也说 我们与乌亚人民站在一起 现在他说 我们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我这个觉得 看见香港要凉凉 要够呛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巴切莱特 计划在这个月月底 访问新疆 在五月地方 现在有一个 有五人组成的先遣团 星期一已经抵达了中央广州 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看看他去了之后 看了去新疆之后 能够说什么 我看他这样查出什么来 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最后就是看他说什么了 所以他所谓的去新疆 基本上也就是一个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 因为老公安排好了的 其实我不认为他真的能看到什么 所以最后就是要看他去怎么说 怎么处理这个事了 这个也是一个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着 等着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写一个 关于新疆的报告 这个可以在后面可以 就是说决定很多的事情 就怎么处理新疆问题 这其实非常重要 咱们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是北朝鲜 北朝鲜说发生了国家性事件 韩联社的快讯 说北朝鲜爆发奥米克隆的感染 奥米克隆的亚变主病毒BA2 在朝鲜现在传开了 但是而且现在据说 北朝鲜全国没有一个人打过疫苗 说怎么回事 说2021年中国援助了北朝鲜 300万人的科兴疫苗 但是被北朝鲜拒绝了 因为担心中国疫苗会有副作用 所以不答 后来美国智库指出 北韩正在准备要采购 莫纳德和辉瑞等这种mRNA的疫苗 所以在关键时候 你就看出来 北朝鲜还是相信美国 但是现在还没有搞到 所以目前为止 现在北朝鲜 没有人打过任何一剂的疫苗 所以如果奥米克隆 如果在北朝鲜要传开了的话 可能会比较疯狂 因为你看奥米克隆如果打过疫苗的话 最少能够杜绝重症的 还有致死都能够减到最低 对吧 不能说完全杜绝 但是最起码就是说都能减到最少 但是如果没有打过疫苗的话 奥米克隆传上来的话 可能就不好说了 所以反正不知道金正恩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金正恩同事怎么想的 但是金正恩可能也说 说我们一直想买辉瑞 一直搞不到 因为有一阵台湾搞 辉瑞搞的也特别的艰难 你记得郭台铭 他们费了千辛万苦 对不对 才搞来 然后还是打脸了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说买不到 郭台铭去了 能买到 能买到了之后 闹得其实当时挺不愉快的 金正恩可能是真的搞不到 又不愿意打中国疫苗 所以咱们看看 不过好在有一点比较好 北朝鲜比中国还疯狂 北朝鲜能够做出 比中国还疯狂的防疫的措施来 不过我个人觉得 金正恩如果够聪明的话 其实干脆就给北朝鲜 就走群体免疫得了 也没有办法 你看印度不也走到群体免疫 对不对 印度也是 普遍来讲贫富差距比较大 不能说印度向北朝鲜发展的这么不好 但是印度有很多的贫困落后的这种农村 和反正贫民窟 这挺多的 最后就是说医疗条件又差 最后印度就强行的走了一次群体免疫 但是当时虽然是被全世界嘲笑 但是过去的也就过去了 对吧 所以北朝鲜反正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干脆要不然的话就来一个愣的得了 而且印度当时也没疫苗打的也不好 当时印度也是人太多 然后疫苗也普及不下去 然后也是在几乎没怎么太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没有普及疫苗的情况之下 强行走的一次群体免疫 而且印度当时走的群体免疫时 还不是奥米克隆的 那是还是以Delta为主 对吧 但是最后看看 这个结果反正也差不多 现在还是奥米克隆比Delta多少来讲 就是说力量都有所趋缓 所以我觉得北朝鲜反正 有的人替北朝鲜担心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最后反正就跟印度一样 他如果是奥米克隆全来一遍的话 可能比Delta造成的伤害还要小很多 反正但是 咱们看 看金正恩 当然金正恩现在已经下令全国都封锁了 金正恩看来想跟中国学什么 其实说实话 中国的疫苗 这种传统的灭活疫苗 虽然说技术比较落后 但是其实正因为技术落后 所以疫苗 技术 你说它落后也行 你也可以说它比较成熟了 对吧 所以疫苗现在看起来 其实还可以 因为中国最后 差不多有10亿人都打了疫苗 最后你看看 当然有很多人出了 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们也承认 但是从比例上来看 其实还可以接受 对吧 因为没有不出问题的疫苗 对吧 美国这边的疫苗也出各种问题 对吧 但是 所以我也不知道金正恩怎么想 给了他300万剂科技疫苗 他不打 其实他当时如果这300万打一打的话 没有多少都会好一点 就即使是中国 当然我们也承认中国的疫苗 应该是不如摩纳德和辉瑞好 但是我觉得比没有强 比不打强 对吧 这也是事实吧 总是打了多少都能好一点 对吧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